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课程是 敏捷管理的其中使用的一个方法 叫做看板方法 好 在看板那个方法呢 是在经营管理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所以它是历史蛮悠久的 在传统的预测型的管理 是非常实用的一种方法 广泛的使用 甚至在生产管理 它也是非常受到欢迎的一种方法 那在敏捷管理中 它也使用这个看板的方法 因为它是一目了然的 所以在传统的那个生产管理呢 它是一个规划管理这个库存 跟这个补给的一个系统 因为它一目了然 所以这种是叫做just in time 就是准时制 不提早也不延迟 就在适当的时候 做这个补给的工作 这个想法呢 是原来 这个创始人呢 他就是可能是根据这个一个零售店 他这种补给的系统 得到灵感 来启发 来发展这个方法 比如说你到一个零售店的话 他假设在货架上 有20个鱼罐头好了 这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这个月可能买这个鱼罐头的人比较多了 所以在货架上只有剩下两罐 所以那个点货源呢 他在看到货架上 现在只有两个 我平常的库存应该有20个 那他就订购18个罐头 所以呢 他订购18个罐头 是依据他现在的库存 他的需要 所以他就在just in time 准时的时候 去订购他所需要的东西来补货 跟这个批发公司呢 或者是母公司呢 他定期来送货 给你填补 供应商来填补你的货架上的东西呢 每个月比如说送固定的量 20个给你是很大的不一样嘛 对不对 比如说是你在 有些销售的月份是比较高峰 销售的比较快 有些月份可能销售比较低 那你比如说这个月存了10个 还有10个鱼罐头 他又送来20个 那下个月又送20个 你可能就是存货越来越多嘛 这样的话也是一种浪费 因为你对这个货商 这零售商来讲的话 他是额外的库存 他需要花费额外的钱嘛 来做这些库存的工作 所以这个准时的 这个库存的系统呢 那有个日本人 他叫做大野耐一啊 根据这个呢 他就有灵感了 他就开发一套系统 这个叫看板系统 就是看板 看板你听起来好像是日本讲英文 是个看板 看板的话日文也记用很多中文嘛 看板 我记得小时候 外面的那个广告板子啊 那他们就会讲康棒康棒 可能是日本发音的看板 简单来讲呢 看板的字面的意义呢 就是一个视觉的符号 一个板子 上面呢 带有一些 可以表示的一些东西 可能是一个卡片啊 如果有吸铁的话 一个白色的板子 有那个吸铁的那个 像一个图形啊 或者是一个工作单啊 你可以贴在看板上 就一目了然 这个最主要是 它是一个一目了然可视化的 就是说大家一看到这个板子 很清楚 这工作量是怎么样的 它的一个 信息的发射源呢 一般是一个大型的显示屏嘛 若是在现在科技来讲 显示屏 大的显示屏很便宜嘛 所以你可以 可能就把 把几个大型的那个 电视屏啊 显示屏啊 这样去摆设 就可以很清楚的显示 在传统的话 就是 你可以用一些板子嘛 白色的板子啦 这样子 所以这种方法呢 已经引用很久 在一九五几年的时候 就运用在这个 丰田汽车的生产管理上面 那到现在呢 几十年下来了 还是很多公司在使用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 非常高 有帮助的 可视化的一个方法 来帮助管理 那我们看看哈 它简单的来讲的话 就是说 呃 它这个板子上 它显示的信息是什么呢 它当然就是说 你做表格的话 有行有列嘛 它没列的话 它是把每一个步骤 哦 在一个列 单里面 所以从左边到右边 从开始到结束 产品从开始进来 到一个过程中 经过好几个步骤 到最后结束的时候 你就完成了 所以这些步骤呢 都会在板子上显示出来 比如说是左边的 可能是刚进来的 代板事项 要带完成的一些事项 或者是物件呢 可能是你组装东西的话 可能是一个不件 最后组成产品 如果是你开发软件的话 是可能软件的编码 一些过程 透过你这个 一些步骤的话 最后你能够测试完成了 可以交付 所以这些有些步骤 但是在最上一行呢 它每个步骤的 描述呢 它会有一个数字在里面 那个数字呢 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叫做再制品 就是WIP Work in Progress 就是正在进行的一个工作 或是条目 或是条目 叫Work in Progress 那这个数字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在工作的时候 你这个步骤 这个数字就是说 你可以处理的 在你能力范围的 能够处理的一些条目 超过了这些的话 你就会造成一个瓶颈的问题 比如说你这个能够在分析这个过程里面 这个步骤里面 你能这个是四 四个条目 你只能处理四个 如果再塞给你两个三个条目去做的话 你是团队也没办法处理 这已经超过了你的一个复合 那开发 比如说是五个条目 那你只能去处理五个条目 一旦说你五个变三个了 或变两个了 那你就可以再从上面一个步骤 接收两个或三个这个步骤 所以它这个就是说 这个WIP Work in progress 这个再次品对他们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还有一个要监测的一个数字 还有一个就是就说 它每个步骤 如果是说你完成了一些项目 条目 你可以挪在下一个 马上挪在下一个过程中 或者是步骤中 下一个过程它就可以抽取 来进行 所以你这边有更多的空间呢 可以去处理更多的事情的时候 你有足够的这个条件去接受更多的工作的时候 你就主动的去拉 从上一个步骤中拉工作条目进来 这个叫拉式的 跟有些很多管理 推势的就区分出来了 推势的就可能是透过你管理的经理 把项目这样分配给每个步骤或部门 所以它是一个拉式的管理 这个概念 也跟一些的管理的方式不一样 所以我们看看呢 就是说这个看板的方法流行这么久 那到底它主要可以适用在哪一方面 比如说你用看板方法 刚才我们讲了 它可以确定这个工作流啊 就workflow 能够很顺利的 从开始到结束的时候 一目了张 怎么样有 紧张有序的 把它做完 而且避免这个瓶颈 bottleneck 不会是把一个步骤呢 或者过程呢 或者是一个 其中的一个部门 它所能处理的呢 你给它太多的工作 条目去做的话 把它造成一个瓶颈 这对这个整个流程的一个品质呢 或者效率呢 都会大打折扣 还有它就讲价值的交付 因为它去避免这个再制品 就说你再制品的话 就是没有完成的 需要完成的 那你没有完成的话 那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没办法去交付 所以它限制了这个再制品 然后确定你拉进来的工作 从开始到结束 都是一个完成的 所以它讲价值的交付 这跟那个敏捷它要 所主张的 所倡导的 就是你要交付有价值的东西 给客户 最终的使用者是很吻合的 所以看板也是敏捷很常用的一种方法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来想想看 看板方法呢 不如其他敏捷的方法那么有规范 所谓讲有规范的意思呢 就是说没有那么严格 像那个比如说是我们前面讲的 Scrumb XP 它有一定的 比如说你要必须遵照 它的Sprint 冲刺 冲刺怎么划分 两个礼拜 四个礼拜 或XP有更频繁的周期交付 周的周期交付 等等 那这个看板的方法 就是说你从原地出发 你现在的情况是怎样 就按部就班去做 所以你要转换的过程中 比如说是你用传统的管理方法 预测型的方法 到现在敏捷的方法 这个看板方法还是适用的 所以你转换过来的话 对你来讲的话 没有那么大的落差 比如说是你从传统预测型的 一下转到那个敏捷的 什么XP、Scrumb 可能有一些适应上的过程 有一些没有办法 马上调试过来 但是看板的话 一般就是很容易就接受 进入状况 而且跟那个大多数的 敏捷的管理方法 有很大不同的地方 就是看板的方法 它没有使用那个时间盒的概念 就Time Box Time Boxing 或者说固定的时间 在迭代中有个固定的时间 比如说是 我们在讲Scrumb的时候 它是说小于一个月 一个迭代 或者一个充斥 Sprint 那这个看板 它就没有这么强自信 说你一定这么规定 它强调的说 你从产品 要进来这个元件出来 进来的时候 你最终怎么去完成 去交付 它是看重的资格 所以 它只是透过这个VIP 就是说再制品的限制 让你不要超负荷 怎么样去把工作流更顺畅 这样做这个管理 所以 刚才强调 对不起 它也是一个拉式的一个管理 不是说是靠这个经理 或者是一些设计 就是推示的 把它安排工作这样子 所以那个团队更主动的 去抽取这个工作 所需要的工作来做 所以这跟敏捷说强调的 也是很吻合的 前面讲到那个Scrumb的团队 开发团队的话 它也是自我主持的 看到这个有工作 它一旦这个充斥的计划 好的时候 它自己拉起工作来做 所以这个是看板的一个方法 好 那我们可以看看 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 团队或主持需要看板的方法 我们可以再思考 因为不是说每一个敏捷的方法 你都要用 但是你可以考虑到说 什么情况下 我可以使用这些看板的方法 对我这个做敏捷的管理 会很有帮助 第一个就是你可以考虑 这个灵活性的需要 就是如果是团队 它不需要有这个时间和的限制 你比如说每个两个礼拜 四个礼拜 那我的处理的方式 不完全是这样子 一定要那么严格的限制 这两个礼拜 或三个礼拜 一点没有弹性 所以你只要一些灵活性的话 你可以使用看板的方法 来执行 按照优先次序来做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你就是强调 这个从开始 接这个待办事项进来 或者是说你 可能要组装的零件 经过每个步骤以后 最后怎么去交付 这个有这个价值的产品 所以你要一些灵活性的话 这可以考虑看板 第二个是专注于这个持续的交付 那么看板它就是说一个持续的过程 就是说你可以左边到右边 这个最后这个刚开始做的 已经完成了交付出去了 你又再拉这个 把这个下面一个要代办的事项 拿进来 又继续在做 所以它是一个持续的工作 所以你有确定 你要做一个持续的工作 把这个在制品源源不断的 从前面最前面到最后面 持续的交付的话 这个看板的方法是非常合适的 因为它一目了然 第三个就是说 你要提高工作效率跟质量 因为它这个看板 比如说是你常常 遇到有这个什么瓶颈 哪个部门或哪个步骤 常常会卡 让你没有办法很顺利的进行 那看板它一目了然 你在板子上 大家都可以看到 很容易就找出问题的整体在哪里 很容易就找出来 你的瓶颈在哪里 那当然是生产管理 你就很清楚 哪个步骤 也许组装人员 组装的时候瓶颈在那里 你因为这个 可能是人员不够啊 或者机器不够 那你在软件开发的时候 你也是 比如说是 你做一做一做 做到那个有一个不错 在测试的时候 特别慢 你就给你看 它这个载制品是多少 可能载制品 它只能同时测两个 你给它塞五个 那个测试的东西 那你就知道 它就是瓶颈在那里 一目了张 而且呢 就是说 瓶颈出现太频繁的时候 就质量会产生问题 因为可能就说 它处理不了那么多交付的条目的话 过度工作 或者急着赶工 那你可能就是质量 会出现一些问题 好 那下面一个就是提高效率 那你在各个过程当中 你如果是在白板 这个看板 显示 每一个步骤都显示很清楚 从左到右 那中间过程呢 你可以去分析 哪些步骤是可以避免的 或是可以简化的 那就可以找出来 哪些是对这个过程有价值的 哪些是没有价值的 你就把那个没有价值的可以简化或去掉 所以这个也是看板的一个好处 那它还可以帮助这个团队成员的专注力 因为你一旦在看板上 它交付你的要做的工作 根据你这个在制品的限制 你拉进来的工作的话 它就会专注于它所做的 不会说好多东西同时塞给它 分心 所以它专注它所做的 所以会提高团队员的专注力 好 下面一个就是工作负载的可变性 特别要考虑到 你工作的话 如果是很多可变性的话 很难预测说 你下面要交付的是 几个月要交付的情况是怎么样 但是看板的话 就是比较清楚的可以描述 因为你可能 这项目的相关方态可能就说 你这个做的情况是怎么样 如果看板的话 你可以显示每个步骤的话 它是非常清楚的 可以显示出来 你可以最终的话 你可以预测 可能是现在在哪一个步骤 在哪一个部门 或是在哪一个程序里面 那你下面可能根据这个推断的话 什么时候可以交付 所以是比较一个清楚的一个情况 那最后一个就是减少浪费 因为这个整个过程 它在一个板子上显示 就很透明化 很透明化呢 很多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包括时间 或者人力的浪费 甚至这个 产品这个使用过程中 它所需要零件的浪费 一目了然 大家可以 比较 很清楚的 看哪些浪费可以避免 这些都是看板方法 使用在敏捷管理 你可以考虑的 如果是说对这个 你敏捷团队有帮助的话 你不妨拿来使用 看看你怎么去应用 可能就是说你把这个 如果是软件开发的团队 你就可以看 我从最开始是哪个步骤 到结束是哪个步骤 中间经过哪个步骤 然后我的在资品的限制 在哪个步骤上 是的情况是怎样 那一旦你去团队自己安排工作的时候 就不会造成这个瓶颈 也能更有效率的管理 你自己怎么样去处理这些待办的事项 而且让这个工作的流更顺畅 好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对看板这个方法 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